你好 之前这段影片有讲过上菜杂志 有讲过这些老牌的加拿大在多伦多所见的 所谓的杂志跟大家分享过 先介绍一下自己 Patrick 来了加拿大38年的香港移民 我想分享这段影片讲什么呢 在加拿大要搞一本杂志是否难呢 其实程度上又不是很难的 我们在加拿大出本杂志 最基本上有编写的朋友 现在也不难的 应该很容易找到很多编写和拍照的朋友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发行网 印刷这些其实都挺贵的东西 因为印刷这些 每一本书要质量 纸张业数 内容 这些全部都涉及人工的 不简单的 最后就是印刷 每一本平均来讲 以我上菜来讲 我的成本价都成三个四元一本 就是印刷费来讲 美剧里面的编写设计 而每一本 印了之后 要在大多人多市发行 变成一个发行网 你找到很适合地方去发行 最简单就是餐一饮业 为什么我那个片头 或者大家都留意到 我很多时候都讲餐厅 因为我和餐厅的关系 比较密切 所以我用他们的门口 作为我本习字的定位 用他们的专业的判断 交给好客户 我本习字很特别的 不像一般免费习字 我用他们的经理级人士 老板 帮我送给好客户 去欣赏 15年 都非常之有一个感觉 成为一件事的 疫情下 现在就停了 为什么呢 没有人出街 没有人上班 而我本身的机会 也都到处去旅游 也都没得去 所以这段时间停了下来 现在重新整理 这段时间在审视 我怎么去将本习字 重新包装的 而且我也很想加一个很特别的专栏 就是说旧车 如果你看我的影片 你都知道我喜欢玩车 我也都喜欢旧车 我很希望在我现在这段时间 可以拿到一些旧车的资料 例如说80年代 90年代旧车的车评 我见过很多在香港的车杂质 用中文去介绍一些香港人 或者亚洲人喜欢的旧车 例如说好像MR2 Slickr 例如这个旧的Porsche 9284S 这些旧款的 8、90年代车 我很多时候都很统景 所以很想和大家分享 希望我在这段时间 找到的资源 找到我的朋友 找到网上朋友 可以给我一些资料 我希望我重新包装上场 将上赛集资加一个旧车的环节 在我本集资上 重新包装出发 希望在疫情后 可以包装个 因为我在市场上和大家见面 而且现在这段时间 还是很艰辛的 为什么呢 毕竟都用了三四个月 是没有了生意 大家在家居的困兽斗下 都挺辛苦的 希望你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资料 我希望我今次的分享 又给你得着 而且如果网上朋友 想了解多一点 因为在加拿大做生意的 都可以问到我 因为毕竟做了三十多年的市场 策划 又做广告 对某行业都有一定的认识 餐股业尤其是 你说其他的 需要说一句 买三份 我都会认识一些朋友 为什么呢 都有帮他们做的宣传 买车 买楼 餐馆 剪头发 时装 有什么行业不需要广告 而且我都做了三十多年 希望你喜欢我这些内容 订阅我的频道 有问题可以问我 我不介意跟你分享 我是Patrick 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例子